比王思聪还有钱的公子哥因为怕鬼而选择出家了 2005年TVB知名影星和宝生突然选择了出家 在头上足足烫了12个芥芭的他似乎在借此说明着自己的决心 而他还有着另外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身份 那就是香港宝生银行的太子爷 在2008年之时香港宝生银行的估值就已经有了300多个亿 可以说得上是比王思聪的万达还要富裕 再加上经营银行的生意 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迁 基本都没有破产的可能性 可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公子哥 为了保住自己的幸运 还是不得不选择当了和尚 关于他选择出家的原因民间传闻有几种 第一就是和宝生生来救胆小 而且总是觉得自己能够看到鬼 正是因为如此十几岁的时候 仍然还赖着要和自己的爸爸睡在一起 母亲为了他甚至还专门去学习了金刚经的念法 希望能够驱邪避凶 可即使是这样和宝生也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心魔 反而还对佛法产生了很浓重的兴趣 第二就是和宝生在TVB拍戏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一些灵异事件 或者是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 所以才会如此的干脆 面对外界采访的时和宝生也显得有些讳莫如深 只是表示富足的生活不能带给我内心的充实 不断求所只会沦为欲望的奴隶 所以我决定放下 在这句话中不断地提到奴隶和索求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奇怪东西的干涉 现在的他已经出家几年的时间 据说有人曾经想要去见他 可是却得知他已经云游四方去了 很多网友都认为人在看开了以后 是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家庭 毕竟和宝生之前已经享受过了那么多 现在对于他来说 寻求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满足 普通人的欲望已经不被他看在眼中了 也有网友认为 如果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以抵抗的东西 和宝生怎么可能放下自己几百亿的身家 一般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只能说他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 才不得不这样选择 大家认为和宝生究竟为什么出家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